有些人说出国就是不爱国 其实呢出国只是拼尽全力寻找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了 就像我们从小农村到大城市 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发展 追寻美好的心啊 大家一直都在 当你看到世界的繁华 你会发现梦想可以原来很大 那你的世界呢也可以变得很大 出国和爱不爱国呢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出国呢只是踏上了一班列车追梦的开始 当我出国之后呢 我发现了生活其实有多种活法 那世界呢也不再是一种颜色了 出国的人呢也有着不同的身份 有过期外派的 有创业的 又有留学的 同时呢也有追随爱情的 每个身份呢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 出国呢不需要理由 也不需要和谁解释 不需要谁认可 而全球化的今天呢 中国文化的传播在海外 那华人呢其实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多点理解少点误解 当你经历更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会发现了很大的贡献 我会发现了很大的贡献